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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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道德力引导 守财奴 局外人 强烈还有完成 抽这一组牌的朋友呢 首先呢 您现在所 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呢 是去回归您内心的宁静 然后呢 才能够对您眼前的事物 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道德对您来讲 是需要去考量的 它对您来讲 是一个很正确的引导 然后呢 这个手材奴呢 可能你 占有的能量太强烈了 你可能需要把自己 当一个局外人去看 没有必要这么深陷在 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这样子呢 您强烈的愿望呢 才有办法 嗯 超脱 然后 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 对您自己 有所完成哦 大体上 排面看来 就是 这个样子 然后 我刚刚的解读呢 是完完全全 没有 把塔罗的讯息 摆在里面的 嗯 我 接下来呢 我会 嗯 开始呢 去 嗯 把一些塔罗的内容呢 给加进去哦 这样子 这样子你会 嗯 也许你可以比较 嗯 清楚的知道 嗯 嗯 您需要听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哦 比如说 像这张 嗯 完成哦 它就是塔罗牌里面 第21张世界牌 所以你有抽到这张牌 基本上它还是 嗯 都是相当 嗯 相当圆满的 相当整合的 相当有成就的 而且 您对这个世界的投入 也是相当多的 你有很多愿望 嗯 都有得到一些实现跟满足 有关这一点呢 我相信应该是 至少我按照这个牌来看 我觉得是 嗯 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我看到的是这样 然后 这张宁静的牌呢 它在塔罗牌里面 它是星星牌 也就是代表说呢 您对于您的世界的完成的未来 您是很有希望的 您是相信梦想的 您是很有庆祝的能量的 您有灵感 而且您很慷慨 然后 嗯 非常 嗯 对未来哦 还有一份信心跟希望 才会有这张星星牌啊 然后呢 我再 嗯 看一下哦 您 给我一些时间 基本上就是塔罗牌里面 两张主牌啊 星星牌跟 世界牌都有出现 一个是相信梦想 一个是 在现实当中的 整合跟完成哦 然后呢 您的其他一些比较小的牌卡 就 一二三四五六 这六张哦 这六张 呃 看一下 像你这个了解 你这张代表是 圣杯侍卫 也就是说 您本身是一个 感性的 直觉的 亲密的 而且充满爱意的人哦 您 你想看这个小鸟 这样仰望天空嘛 下面这个 这也看着它 上面的小鸟 也看着它 就是 您本身也是很 对这个世界 是充满爱意的 是很感性的一个人哦 然后嘛 再看看其他张哦 呃 像这张道德律 这张是 呃 塔罗牌里面的 宝剑皇后 这是圣杯侍者 这是宝剑皇后 它就是代表呢 您也是一个 诚实的 敏锐的 直率的 机智风趣的 还有经验老道的人哦 有可能说是 这个都是 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 因为这个在塔罗牌里面 都是人物牌 这个是圣杯侍者 这个是宝剑皇后 就看 这个是您还是 是别人 或许是您自己 也或许是你身边 有这样子的人 然后如果您身边 有这样的人 这个是很天真 很充满爱意的 这个是 经验老道的 机智的 敏锐的 诚实的 那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人 可能代表说您在这个阶段 您需要跟这样的人去请教 去学习哦 因为他们可以能给你 相当好的引导 目前看来是 是这个样子 这个引导牌 它是一个团队计划合作的牌 它就是钱币三 所以如果这样看 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自己不是 圣杯侍卫 也不是钱币皇后的话 那您就要去找这样的人 圣杯侍卫的人 就是他对这个世界 有充满善意的了解 不是钱币皇后 宝剑皇后 那宝剑皇后就是代表 他对这个世间的道德 他有一定的准则 他有一定的机敏 他可以去控制它 也就是说呢 您在团队合作当中呢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牌卡 他们可以 这个引导牌 就是团队合作的意思 它在塔罗牌里面 就是钱币三 这两个 这个了解的 跟这个道德律的能量 它都可以给你充分的引导 你要去找这两类人 它才可以去引导你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守财奴呢 就是钱币四 它是一个掌控占有 然后改变受阻的能量 也就是说呢 你自己可能 有这一个 太过占有的那个状态 你要把它给 给释放 然后局外人 是钱币五 这个钱币五 就是很艰困 就是很穷的意思 物质上的烦恼 失去工作或收入 然后 桌金剑轴 缺乏所需 基本上您 钱币三 钱币四 钱币五 这全部都出现了 可能您现在 确实有一些 金钱上面的问题 虽然您对您自己 怀抱着深刻的信心 可是呢 您确实是需要突破 但是没有关系 您最后会 会完成 因为有这张牌 然后还有一个强烈牌 这个强烈牌 它叫做 它也是一个人物牌 它叫做权杖启示 这个权杖启示 可能就是你自己 因为它 它在 它在这个引导之后 它在团队合作之后 所以它有可能就是 一个很有魅力的 然后自信的 勇敢的 爱冒险的 热情的能量 可是它也有可能是 肤浅的 傲慢的 游泳无谋的 而且进不下来 相当急躁的 所以呢 这就是您的牌面了 您可能要 自己看一下 觉得哪个地方需要去调整 那这一组就先解到这里 抽到第二组的朋友呢 您的第一张牌卡是 蜕变 然后第二张是 叛逆者 第三张是 压抑 第四张是 信任 第五张是 罪恶感 第六张是 内在的声音 然后呢 在您的 所有的 牌卡当中呢 您出现了 蜕变 叛逆者 还有 内在的声音 这三张属于 比较主要的主牌哦 我们先看 内在的声音 这张牌 内在的声音呢 在塔罗牌里面 叫做女祭司 它是一种 无为的能量 它强调了 无意识的直觉 潜能 神秘事物 还有 抽离 而不摄入 的一种状态哦 它容许 事物的发展 而不加干预 然后 对于各种的影响力 皆保持 一定的接受度 然后呢 再看看 我们的 另外一张牌卡 您还有抽到 另外一张主牌哦 它的主牌的名称 叫做叛逆者 叛逆者这张牌呢 在那个塔罗里面呢 它就是皇帝牌 它代表了一种 负姓 架构 权威 规则 它可以建立 加系 可以设定方向 和基调 可以担任 领导者的角色 可以担任 领导的 发号施令 施加掌握 也代表了一种体制 它喜欢 居于有力的位置 喜欢与官方接触 喜欢设定方向 总之呢 这是一个非常外显的 组织的能量 然后 对于您来说 您无论是内在的女祭司 内在的声音的能量 走入内在的能量 还是外在的组织的皇帝牌 复兴架构权威的 这一个叛逆者的能量 您都是非常强烈的 都是出现的 另外一张主牌 叫做蜕变 蜕变这张牌呢 呃 代表着 呃 转化 终结 过度 变迁 还有一种 无可抵挡的力量 要求您去释放 要求您去放下 嗯 它是塔罗牌里面的 死神牌 可是呢 呃 它却在这里出现了 它却是第一张啊 代表您此时的能量阶段 那完完全全呢 就是一个蜕变的状态 也难怪呢 无论您内在的女祭司 还是外在的组织的架构的皇帝牌呢 您都是这么样子的 呃 强烈的去掌握 嗯 因此呢 在这里呢 提醒您 呃 您的蜕变的状态呢 对您来讲是一个 首要的挑战 只要您这关走过去 未来必定呢 是相当美好 而且圆满的 然后呢 接下来来看这张压抑牌 这张压抑牌卡呢 嗯 它呢 是权杖石 权杖石就是一个过度操劳的象征 它是负担 它是挣扎 它是重负 嗯 也难怪啊 因为您现在蜕变了 您无论面对您的内在 还是面对外在的组织 您都在转化 蜕变的过程 难免觉得压抑与重负 不过请不要担心 请您信任 信任宇宙给您的使命 信任宇宙给您的天命 让您去飞向您应该走的地方 这张信任牌卡呢 嗯 它在塔罗牌里面是圣碑奇事 代表一种浪漫 情绪化 负想象力 敏感 喜怒无常 优雅 内心的能量 有的时候甚至有离开故乡的意味 你想想看 它在天空中飞呢 嗯 这张牌卡 预示着您的蜕变 预示着您的压抑 但是别担心 它的主名称叫做信任 人生 人生就只是一场旅程 请信任您自己为您自己写下的剧本 然后好好的去面对它 不需要有过多的罪恶感 除非您做错了事 罪恶感 代表忧虑 胡闹 无力 限制 迷惑 只要我们依从自己的本心 自爱爱人 自利利人 只要我们不伤害自己 也不伤害别人 一切都依从内心深处的指引 这样子根本无需感到忧虑与罪恶 尽管我们跟别人是如此的不同 因此呢 我们就能倾听内在的声音 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方向 信任生命的旅程 带给自己生命的转化 与蜕变 祝福这一组的朋友 Namaste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三组牌卡 第三组牌卡的第一张 叫做源头 第二张叫做比较 第三张叫做开花 第四张叫做时机成熟 第五张是四海一家 第六张是爱人牌 我们先看第六张爱人牌 爱人牌是主牌卡 嗯 代表着两人的关系 个人的信念 价值观以及选择 要求对自己忠实 要求与别人产生关系时 自爱爱人 了解自己的立足点 与此同时 与对方分享自己的价值观 建立自己的哲学 同时与他人产生平衡的连结 这就是真正的自爱与爱人 接下来您看这张四海一家 嗯 四海一家 这张牌卡呢 嗯 它在塔罗牌里面呢 它是叫做 钱必实的丰盛富足牌 代表呢 您周围呢 是永恒 常规 丰盛而且富足的能量 然后呢 同时您又有一张 钱必久 它写时机成熟 这是一张 自己自足 富有纪律 非常优雅的一张牌卡 这张优雅的牌卡 会带领您 嗯 让一切所有 通通开花结果 嗯 开花这张牌呢 是钱必 皇后 嗯 您这组牌的能量哦 金币 富足 钱财的能量 非常丰盛 嗯 虽然呢 具有这个 比较牌啊 这个比较牌呢 嗯 它是属于保健物 保健物就是 不合 不公开的名誉 完全 自私自利 关心到他人 关心到他人的评价 可是呢 我在此呢 看您其他丰盛的部分 我是认为 你根本不需要 因为您有一张 非常丰盛的 四海一家的 钱币石 您也有时机成熟的 呃 钱币酒 同时呢 您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个 开花的 钱币皇后 所以 您根本不需要去担心 跟别人比较 这对您 彻彻底底 没有必要 更何况 您身边 还有一个 爱人呢 因此 嗯 这组的朋友呢 您只需要去找到 您生命的源头 即可 生命的源头 给予您 这么珍贵的礼物 让您的生活 过得相当的 丰沛 相当的圆满 相当的美丽 相当的优雅 相当相当的 自给自足 嗯 因此呢 您根本无需去比较 根本无需呢 嗯 去在意别人的看法 您尽管发挥 您的创造力 热情 热忱 信心与勇气 就能够成为 您最美丽的 钱币皇后 这张源头的牌卡 就是权杖 王牌的象征 代表创造力 代表热忱 代表热情 代表信心 代表勇气 我想 这就是您 身为 一位美丽的 钱币皇后 最大的骄傲吧 嗯 以上这组牌呢 我就解答到这里咯 嗯 祝福这一组的朋友 下次见咯 Nama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